地點在哪裡? 地點在哪裡? 模擬的地點 我們現在要演的戲呢 是俊凡對佳兒的求婚 相信很多人呢 還不知道他們求婚的過程 所以我們要藉由演戲 把他們表演出來 沒關係 因為這個拿不到 我們就代表一下 第一次 首先開始在一個場合裡面 他們兩個在討價 那是爽約 那是爽約 你不是故意的 爽約 你怎麼愛生氣? 有什麼好計較的 坐下 你怎麼愛生氣 結婚了 生氣好像也不行 好吧 先說對不起 這是菊花 菊花不及你嗎? 菊花送你了 你在幹嘛? 蛤? 出去了 什麼東西啊 出去出去你會去 我不要出去 出去 沒人那麼誇張吧 沒人那麼誇張吧 叮叮叮叮叮叮 欸 你剛剛在幹嘛 你剛剛在說什麼啊 我在跟你求婚 蛤? 求婚? 我問你要不要嫁給我 你知道我生求婚沒有嫁給你 那你就是不要啊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一次求婚失敗 拿一屯菊花 拿一屯菊花 他拿一屯菊花 而且早晨很多 我沒有你那麼好 我沒有讓他進來 我要出去 真的 這是第二次求婚 這是誰爽業啊 哈爽 喔 在公園裡面 因為兩個都妳的看不出來 看到兩個樹耶 你覺得是真正好嗎 我以為這是樹喔 你怎麼了 妳怎麼了 我不要水裡面了 不要到水裡面 不要到海裡面還比較好 妳幹嘛 雖然這裡的風景這麼的美麗 可是呢 還是沒有妳美麗 妳願意嫁給我嗎 妳願意嫁給我嗎 花言巧語 妳如果不答應嫁給我 我就不救妳起來了 當然這樣 我就救她了 那我答應妳 妳要不要救我起來 好 那妳答應 妳答應了 好 這個是第二步 終於求婚成功 爛的 趁人之為之下 好 沒有 妳是這種嗎 逼婚的姓座 沒有 那麼爛的 沒有爛 喔 沒有爛 好 那親自說明 好 你們兩個親自解說 花江 還是妳們的千言 太誇張了 妳的花言命儀更厲害了 好扯喔 居然說居然說 居然說 有什麼在人家跌倒多久 沒有沒有 不是跌倒啦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去那個 第一次先講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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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第一次就說多難 差很多吧 不是 差很多吧 我們都很誇張啦 我們都很誇張啦 我沒有誇張 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跟香菇台演的那樣子 本來是 我們要去樂趣館 然後我就沒有 她就爽約了 我就沒有離她兩天 然後她就 她就 進我的胖門 也不說什麼 就直接那邊 然後就進來 然後進到我房間 我就摺衣服 然後她就 坐在 我以為她坐在地上 因為她 床這麼高嘛 我坐在床上 然後她坐在底下 然後我就沒有看到她 我就像她那樣子 一直不看她 然後就坐 她坐著然後 不是 她就跪著 然後我以為她坐著這樣子 謝謝 然後她也沒戒指 然後她也沒有講什麼 她就 她不是有帶了兩顆拉給妳嗎 什麼 她不是有帶一顆兩顆拉給妳 沒有 沒有 她就直接拿一盆菊花 菊花 一盆 然後她就 她就自己跟自己講 我不知道她講什麼 然後我就 她就很生氣 我知道她就在問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說不要 然後 然後她好像問了幾次 我就說不要 不要出去這樣 然後她就 她就把那個菊花丟下來 然後她就跑出去這樣 妳是說不要菊花 要玫瑰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 我來就像這樣 她不是要一盆她兩盆菊花 哈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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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後來我看到那個 我看到那個菊花 我就想請問 因為她 她從來不送我花的 然後她就說 我問妳那時候問妳什麼 才會送我花 然後她就說 那個 我跟妳請問妳說 這才會送我花 這樣子 然後她那個菊花 我就覺得說 是嗎 這樣子 然後我就打架給她 然後她就是說 是她在求我們 哈哈哈哈 好看喔 好看喔 第二次 好看喔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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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 然後因為 因為有一次的失敗經驗 就不可以再失敗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 我就要設計一個方法說 絕對不會讓她說NO的 所以你把它推一下 好 喔 又退了 你這樣被誤導了 在電影都被誤導了 哈哈哈哈 然後第二次就是 我先去挑好戒指了 挑好那個 那個 戒指那石頭的顏色 剛好就是那個 在那個 Morane Lake Morane Lake是在那個 Late Louise旁邊 然後 Morane Lake 它那邊那個水 因為是 是那個冰河下來的水 裡面都有那個 礦物質的 是成蛋藍色那樣的 那顆那個 那個 寶石它是 Aquamarine Sapphire 就是那個顏色的 然後 我就戴那個戒指 他一直想說要 那個 不曉得我什麼時候要求婚 我就跟他說 你把戒指給我就好了啦 哈哈哈哈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已經是去那邊去計畫那個婚禮了 就說已經 我就說 把戒指給我就好了 連要拍那個結婚招都沒戒指 然後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就是 就是要給他那個戒指 可是要在對的地方給啊 然後 然後 那時候 對的地方送給對的人 那個 那個 日本那天 那天的那個行程 因為 那時候 在計畫的時候 我都想說 讓他去安排那個行程 就是 不要好像說 都是我自己在出主意 然後他變成 就是 一路就是說 喔喔 就沒辦法 想說就是讓他去決定 可是 那天 他簡直講 就是沒有講到說 就是要去Lake Louise 或者是Mory Lane那邊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不行不行 這是我現在求婚的地方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跟他弄進去 所以就是要 那個 天邦擺氣 讓他把那個 Lake Louise那個行程加進去 然後還去到 Mory Lane那邊之後 我就 帶著他走那個trail 我們也是 第一次走那個trail 到很裡面的地方 因為在外面的地方 有別人在看 所以要走到最裡面去 要走到最裡面去 還是有人在那裡 可是 等到一些人都走了之後 把他推進水裡 哈哈哈哈 好狠喔 好狠喔 然後 在那個 他那邊有一個小小的 Creek 有一個小小的 那天的溫度 大概是幾度 大概是 零上五度左右 對 可是水的溫度是很冷 水的溫度幾乎是冰的 因為他是冰環下來的 然後 那時候 就是 chip要去拍照 那個 Creek 中間有一棵樹 就 就踩幾個石頭 過去就可以 就可以拍照 然後我先過去 然後 你哪有過去 我有 我先過去到那邊拍照 然後拍完之後 他說他也要過去 然後 因為 他怕滑倒 那個 如果穿那個鞋子 這樣走過去的話 可能 有可能會滑倒 所以他為了增強 那個 grip 他就是把鞋子脫掉 然後這樣踩那些石頭 到中間去 可是這樣子 他在中間的時候 就很冷啊 然後後來再踩回來的時候 他腳就是這樣 整個是冰的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就跟他 抓住機會 因為 這個時候我已經知道 他說No的話 他出不了那個地方 他腳又很冷 所以他可以贏上Yes 然後再吃就是沒有花 可是我是沒飯口 很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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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不得已 是嗎 你先生 你這個理系啊 真的是 對 很聰明啊 這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這樣子 啊 Sweet 沒有啦 那還有一段 Speech啦 不過那Speech 喔Speech 到底要講啊 快一點 快一點自己 OK Moryn Lake 是我們第一次到 那個湖椅子 那時候 第一次去的那個湖 他那個湖 是東天的時候不開的 他那個路 他那個路 他那條路是 東天的時候是Close 因為那個 就是東天的時候 他整個會結冰嘛 所以不完全 那只有開夏天 大概四月到十月的時候 那那個湖是 我們原本要去 Lake Louise 可是因為Lake Louise 那邊很多人去 因為Lake Louise 比較有拼運 然後就是 大家都去都 跑去Lake Louise那邊 很少人就去到 Moryn Lake 那我去Moryn Lake 所以我們覺得說 Moryn Lake 是離Lake Louise 還要漂亮啊 然後就 那是為什麼 我選擇在這個地方 跟他結婚 那不是這樣子的 原因是說 我們一直把他給 我們就說 有趣料 就是 就是 就是怎樣講 很漂亮的女孩子 大家都會追 對不對 大家都會追 可是 可是 外在的美 不代表所有的 然後 像 像 Moryn Lake 他也是很漂亮 可是比較少人知道 那 他就是這種說 那個 要深入一點的 才會去 去發掘他的 美的那種 那種 女孩子 然後 就是 這是為什麼 全在Moryn Lake directions 呵 我只是 不可能的 他一直這樣 我也omete 他不喜歡 對 自己 他不太DO 我